马云出售赞助中国女足,网友,坑枪玫瑰终于有机会加工资了蚂蚁金服,确认对女足比赛进行赞助,虽然目前具体金额不详,相信1500亿美元市值的蚂蚁金服在投资方面肯定不会吝啬,马云对赞助中国女足联赛的理解你永远也别猜着,马云赞助中国女足。 对此网友纷纷表示,坑枪玫瑰终于有机会加工资了,马云,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,牛气冲天,中国女足称霸世界的日子不远了,终于有爱心的大大企业给女足注入资本,给马云一万亿个赞,没有直播就没有关注度,没有关注就没有赞助,恶性循环,转播其实是商业活动,女足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播放,男足还有预告, 你看过女足直播比赛吗?这更多是由商业决定的,全世界女足的影响力都有限,阿力强在有社会责任感,实际行动多,女足比赛比男足比赛,虽然无论比赛精彩程度,还是对抗强度是第一个档次,但是绝对比男足精彩,男足还不如我校对,除了赞助,体育运动最赚钱的就是直播代理权, CCTV不买,地方台不买,大家别急,既然马云投资了女足,到时候阿力旗下的视频网站,必定会直播女足,以后在优酷上应该可以看到的,多年来中国一直以扶持男足为主,对女足重视程度不够, 中国女足球员工资从1500元起步至4000多封顶,糟糕的训练场地,艰苦的医疗保障,低廉的工资,迫使许多当打之年的女足球员,被迫退役另谋出路,因为在为国家争得荣誉的时候,却没有足够的钱款治疗满身伤病,与年薪千万,相扯宝马,家人入怀,高薪低能的男足球员天长之别, 坑枪玫瑰那种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,是代代相传的拼搏到底,坚持到最后一刻的女排精神,中国对女足的投入和待遇太差,男足几百万甚至上亿,而女足只有几千